王岐山在获新职该职务员由国家主席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获新职官媒29日称,王岐山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一职,据报该职原本是由国家主席担任,但由于红十字会,曾因郭美美事件曝光后声名狼藉,习近平不愿接任,三年前由李源潮担任广告。 据中共红十字会总会官网消息6月29日,红十字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聘请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为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三年前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主习由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担任此次会议上,宣读了智利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的感谢信。 公开资料显示,从1994年起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一直由中国国家主席担任江泽民,曾连续担任红十字会第六、七届名誉会长,胡锦涛亦曾连任第八、九届名誉会长。 但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改变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形象,使其失去了中国社会及民众的信任。 当年微博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年仅20岁的郭美美,因在网上炫富闹出风波。 他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引发舆论对于红十字会捐款去向问题的讨论与开测。 尽管郭美美随后在微博中辩解,称其并非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在网络炫耀奢华生活方式引发网友热议的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但却被民众指为危机公关的掩饰之词中。 红会一自此声誉扫地信任全盘崩塌或捐款项一落千丈。 同年6月24日,红会一度报警声称要启动法律程序维护红会的权益和声誉,但郭美美随后在网络公开一些手握17.2G视频资料,引发网络议论狂潮。 当时准备起诉郭美美侵犯名誉权的红会最终取消了起诉的决定,引起又一轮热议。 有媒体批评为鸵鸟心态,也有媒体要求红会解释,这些都让红会的公信力雪善加霜。 2012年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社会捐赠,比2011年少了1.5亿元人民币。 此后逐年递减,中国红十字会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 2014年4月21日,亚安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在震后第一时间微博呼吁捐款。 该微博在不到两天里,得到了十四多万个鬼字堪称网络奇观。 由于红十字会声名狼藉习近平,不愿接任名誉会长一职。 在2015版章程中,中国红十字会把名誉会长由理事会聘请国家主席,担任变更为名誉会长何明。 日复会长由理事会聘请国家领导人,担任同年5月6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被聘请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目前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人依然更新,已经显示王岐山出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的信息分析认为,在经历郭美美事件,以及一系列贪腐丑闻后,红十字会早已名誉扫地。 不管谁来担任名誉会长,要想重振旗鼓,恢复其社会捐输功能都非易事。